建議是不予針定 那理由就是第一個就是 這個公益券目第13條 它是規範券目团體 必須要在金融機構或郵局設立專戶 並且在券目活動7日起 把主管機關被查 那因為本部跟直銷市縣市政府 都是這個券目條例的主管機關 那所以會有求援兼裁判的疑慮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 在券目條例的第6條 已經規範各級政府機關購 發起券目的時候 必須要開立收據 定期辦理公開甸信 以及依照指定用途的使用 另外在年度終了後 兩個月內將辦理的情形 含包它的上級機關 那所以對於相關的都已經有規範了 所以我們建議是不是不予針定 然後讓這個災害防救法 回歸到災害的防災應變 然後還有復原重建 那有關券目的部分 我們回到公益券目管理條例來規範 那以上 好沒關係 那我們原則上 各位委員 我尊重大家委員的意見 我們這條條文不以針定 好不好 不修正 就不修正 然後再來我們看第47條 47條 我對剛剛那個44條之四階 因為它的災區是指風災跟震災 但是應該那個實話氣爆 其實它不屬於這個範圍 為什麼能不能把它稍微放寬一點 風災或震災或其他重大災害 就是稍微有點放寬的讓這些發生 現在的災害類型不是只有風災 你的意思是說再加幾個字是不是 再加 比如說如果能夠把氣爆那個範圍納進來 我們不要寫氣爆 我們寫或其他重大災害 好不好 那範圍 反正將來有行政院認定 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修正 好 你說你現在對哪一個案子有意見 沒關係 這就聽了 他們兩個條文要合併 他們把它合併 沒關係 就聽了最後處理 對 下午最後處理 來 要要要引 來 財政部要求要那個嗎 剛才 沒有意見我們就不爭議了嘛 不好好不好 然後我們現在針對第47條之一 死亡宣告的部分 那個 法務部要不要說明 司法院 司法院 來好 那個 就是47條之一的這個 第五項 那 因應那個時代的進步 他的修正條裡面只提到這個 公告跟這個 新聞 公報或新聞紙 但是現在在 法院實務上也可以登載在網路 所以說 在這個第五項的部分是不是參照 目前加勢事件法的規定 然後把條文修正為 法院准許第一項之申請者 應公事催告 並准用加勢事件法第130條第三項第四項 第156條第二項之規定 其塵炮期間 應定為至皆失之日起 三星期以上 二個月以下 就是內容是一樣啦 只是配合現在的法治 做這樣的修正 那我們請蘇華燕你們把文字修正條 拿出來好不好 就寫得更清楚啦 包括網路什麼都可以 那請問各位委員 對這個修正通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有蘇華燕表達的意見 就剛剛蘇華燕講的 我們沒關係這個再印給大家好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 時代力量的47條之二 免裁判會 這個我們請那個說明一下好嗎 蘇華燕 好 主席各位委員 那有關於這個 修正裁判針對 暫免裁判會或免繳裁判會的部分 蘇華燕意見是說 有關這個受災民眾他所受損害的部分 其實在民法上他有所謂直接損害間接損害 那直接損害 例如說 蘇民他的那個 因為受傷所以支出醫療費用 或是他的房屋受損 那這部分可能是他直接損害 可是在民法上他有規定說 例如說 因為他的 例如說 因為 蘇民死亡他 他對幫他支出醫療費用或傷障費用的人他也可以請求損害賠償 或是因為 或是免繳那裁判會 那裁判會的規範範圍裡面 那這部分呢 要請委員參佐 因為他可以依職權呢 替他選任律師為代理人 而且選任這個律師為代理人的這個費用還作為訴訟費用的一部分 那所以呢 是不是在這個部分呢 回歸到民事訴訟法的適用 就可以了 況且 因為受災民眾這部分 本法的那個災害的種類很多 包括路上交通 包括火災 那這部分 這個規範範圍可能不是很清楚啦 那是不是回到民事訴訟法44條之2來規範 就可以達到保護災民的目的 那請委員考量 謝謝 那司法院說明的很清楚 那原則上我們就不爭定 黃偉哲委員 對47條之2的部分嗎 就是那個假扣壓的部分 好 那另外就是 就有關假扣壓的部分呢 現行民事訴訟法 它也有規定 它是規定如果假扣壓 因為市民假扣壓之後呢 法院它可以 可以免公擔保來假扣壓 那有時候市民不足 法院可以免公擔保來假扣壓 或是市民已足 那法院是具體狀況呢 還是可以裁定 公擔保假扣壓 所以在現行的民事訴訟法的規定 其實它就 就 免公擔保的假扣壓 假除分的部分 它其實也有明文啦 也有明文 委員可以看 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的規定 所以這部分其實是在現行法上 還是可以操作 還是可以操作 這是 你像台南 台南市政府也是要去提供擔保 這也不利啊 對不對 實務上 我大概要罰你們的規定 但是我覺得你像台南這個 你又叫台南市政府還去提供多少 對台南市政府來說 這也 這不合理啦 那個台南市政府為什麼要他們提供擔保 對啊 你這種很正常的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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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委員 因為保全處分 保全程序的這個處分 無論是假扣壓或假處分 它其實都是在權力義務 最終裁判 經過法院裁判 確定以前的暫時的一個執行 那這時候在權力義務 還沒有終局確定以前 我們去執行它 其實我們要保障的是說 債權人跟債務人 兩方的利益都要考量 那法院其實他可以考量說 如果他已經市民足了 我認為法院認為市民足 我可以免工擔保來吃扣壓 那假設認為說你有市民 可是我認為說可能不足哦 那我可能按照具體的狀況呢 來供擔保 來讓你來假扣壓 那這個金額的部分 當然法院還是可以 裁量具體狀況來減少 減少 其實這些在現行法上 都可以操作 都可以操作 但是問題是現在自由憲政法院 他常常都 都會有不同 跟外界的看法不太一樣的一個裁決啊 其實這個個案的部分 就是可能要看眷內市政 那也許 也許在個案上跟外界的 期待的落差很差啊 可是實際上 真正有接觸到這個 這個捐證內容的是 裁判的法官 裁判的法官 主席 主席 那個這個事情其實跟 這次談論 跟8178的時候是一樣啦 一樣 那時候政府要 地方政府先跳出來 先幫忙災民做這個 但是他也面臨到一個很大的 要假課要那個金額的問題 那 如果可以有一個特殊的一個辦法讓 減輕這個的話 其實法官也可以就 相關的去做一個好的 處理嘛 我覺得也許也可以評估看看啦 如果定定進來的話 是不是對 地方政府將來在遇到這種重大的災難的時候 他在幫忙 災民做求償的時候 那個假扣壓的負擔傷會比較小一點 也比較沒有壓力啦 可以把 該一次 足夠的金額直接把它撐住 那個主席啊 我是建議喔 那個黃偉哲等二次的那個提案是 應該是可以被考慮的 因為 這個 這個重大障害發生的時候 像高雄氣爆這個 你提起損害賠償 那是說 應可規則於 人之事或由自所致損害 而提起民事訴訟 那 那這個部分是 那裁判會也是後面才繳啊 對不對 那不是 免繳那裁判會 免繳那 免繳那 他的 他的提案是免繳那裁判會 那裁判會是 刷掉比較矯的嘛 那不是 如果是暫免是 確定之後才 對啊那繳是可規則於 這個 肇事者啊 是說 啊 由自損害 就是說 這個 這個因果關係 很清楚的情況之下 那 那這個 任責任要誰來付 我覺得也合理啊 另外一個 我是不太同意說 因為 你實務上 搞定 也要扣押 電影政府為了 在救災 還要籌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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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進行假扣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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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也算數位有時候相當龐大啊 那 這個郊遊法 從事物上來看 似乎是 你剛才講的例子 似乎是很少說 免 免擔保金的很少啊 很少啊 所以我覺得定下去合理啊 那個 八仙 樂園 呃 陳報案的時候法院其實有降低擔保金了 啊 都做多少啊 高雄 降低但是這個要 地方政府要求災啊 還去籌措的 要擔保金 你還要讓法官自己做一個裁量 你乾脆就接聽下去 重大災難不多嘛 你不要讓地方政府有那麼大的財源壓力 我一次可以 那你如果 那你如果緊問 那沒錢啊 我要怎麼去擔保金 一個是裁判會的問題啦 那裁判會通常就是敗訴得當聖人負擔嘛 那如果我們認為他免繳那裁判會 那其實實際上 讓 可救者的對象 他 他最終 他就免負擔那個裁判會 反而是鼓勵的這個 呃 被救責的人 那如果說是贊免贊免贊免只是說起訴的時候先贊免 但是呢 將來 將來確定 救責的對象的責任的時候 他還是要負擔該筆的裁判會 會比較合理 我們是不是修改用贊免 這樣比較好 因為該負責 裁判費贊免是可以 但你那個假扣壓的那部分 假扣壓的部分 呃 因為假扣壓的部分 呃 提供擔保有兩種狀況 一個是說 呃 他已經 市民了 那才提假扣壓 那既然已經市民 如果說 不讓他講 不用提供擔保 或是說供擔保金額降低 那是OK的 齁 就是說在 法理上是可以操作 那假設是 市民不足 然後命供擔保 那其實是為了要擔保 將來 債務人因為 假扣壓 所受損害 他得獲得求償 在市民不足的情況下 是不宜降低啦 不宜降低啦 不宜降低啦 這個齁 我補償一下 這個當然是你講的啦 跟我說是個人啦 齁 個人你說 要提供擔保 這個 齁 如果說 個人 這個在 民法你說 這個 個人 這個是權利義務關係的時候 那 那合理啦 但是你如果大型災害 重大災害的時候 這發生的環境 像高雄氣包來說 那環圍那邊看 高雄氣也是直轄室 你如果說一般的比較沒錢的 官室 你要叫他提供擔保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這是實務上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嘛 好 那你面對的 這個 譬如說造勢者 可能是譬如說中油 齁 或者是 這個 台電 齁 核電廠爆炸 齁 你 你這要擔保 這根本對這個電影政務來說 那個 那個金額那麼大 他才有可能輔導不去 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 假如說 因可規則有什麼損害 啊 這個 這個 假如是 地方政府為什麼樣 或者是什麼樣 那個做一個規定 我覺得合理啦 你如果說民眾